有一些話很有道理 但在不同的人嘴巴聽出來 就格外的諷刺 有人說總統昨天一番的呼籲 聽起來 聽起來非常的刺耳 總統出來說 不關心政治 你就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 所有人看到這句話馬上按讚 不管是不是討厭蔡英文的 讚讚讚 講得太有道理了 然後一堆人 我們國民黨的兩位女戰神 王宏威說 對 你就是那一個糟糕的人 許小新說你在自戒嗎 請你不要自戒嗎 一堆人就說你根本就講你自己 所有人立刻就有感覺 總統還說這句話是柏拉圖講的 但後來有人去查原文 柏拉圖不是這個意思 柏拉圖意思說 那一些聰明到不屑去從政的人 你小心 你被懲罰的 這個結果就是讓笨的人去統治你 所以他是鼓勵聰明的人要從政 並不是說你不投票不行 其實是有一點意識上的落差 現在民進黨不斷的在打出這一點 包括徐定爭就民進黨在選 苗栗縣長的徐定爭的女兒 他是模特兒李唯就拍了一個影片 他說政治就跟愛情一樣 選擇對的人才可以幸福 這個也是跟總統的話 有一點點呼應 所以過去這六年間 你如果覺得你過得很慘 不幸福的人原來你就是 可是有人講說我當初也不是選他 他的爸爸打出了終結黑金 就終結黑金 因為跟其他的候選人 講出終結黑金 民進黨現在講終結黑金 大家都會嗤之以鼻 都會笑 離他們當初從政的這個距離 實在是越來越遙遠了 現在被挖出來徐定爭 在他們當地的這個聯合大學裡面 學生會特別邀請他們來 然後問他們這個學生開放的提問 這些學生每一個都很活潑 問他的問題很好 學生問的是從3加11沒有真相 高端的爭議 還有包括數位中介法 請問民進黨是不是離年輕人 越來越遙遠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很專業 我覺得一點過火都沒有 但沒有想到徐定爭 居然就跟他講說 那你不喜歡的話 你去中國大陸住 跟年輕學生人這樣講 來聽這幾段 你看他的姿態一點都不像 因為他面對的是大學生 可是感到好像還在清明 還在封城 我就是把身體搞亂 你看他的姿態 一點都不像 因為他面對的是大學生 可是感到好像還在清明 跟他這個對罵的那種感覺 其實他一整段都很可怕 現場一點笑聲都沒有 學生都整個人都非常非常受不了他 還有包括有人問他說 請問你當年選這個 2018年的時候 你是掛五黨籍 現在掛民進黨差別是什麼 其實問題也沒有什麼 他就說拜託 那個時候掛民進黨 但苗栗就沒有票 我要選我就是要贏 2018年民進黨得罪了軍公教 寒流又那麼強 我是逆勢成長 就講話 就不知道為什麼當天不知道到底吃了什麼炸藥 然後最後當學生問他說 他們大學旁邊有一條路 速限有問題 下坡速限40 這樣很不合理 請問他要怎麼解決 他就說這個不要問我 你怎麼會問我 你要交給專業的 問警察 問交通隊 縣長不是萬人的 你們這些念理工的 也不過就只有懂理工而已 講話嗆得要命 這個提問完就結束了 人家都問到寶 他是問到這個 而且還晚到還這個早退 所以學生對他是很受不了 那另外一個民進黨一直罵 連國民黨也在罵中東警 這個中東警 雖然他的形象是備受爭議 可是人家在一樣的 同樣的場合 大學生問他什麼你知道嗎 問他的是很直接 他說你當初為什麼拿西瓜 捅人家稻子 你這樣不就是黑道嗎 你還好意思說你是什麼苗栗的 這個聖人什麼的 還笑他 問他的問題都非常犀利 非常直接 幾乎是到了人身攻擊 但人家沒生氣 人家嘻嘻哈哈 整場都是歡笑不斷 來聽一下這一段 那個議長時候有打算 攻讀外科醫生嗎 那可是不讀要不是要科醫 人說我當學生 那我們這樣會變雙刀 他拿什麼做到我們的時光 你覺得七部以內你的刀塊嗎 我今天沒有帶刀來 所以不會罰事 對於林莎的指控 只出事嗎 當天是一場同學會 因對方人數較多 就隨便在霸台拿起一把西瓜刀 化過肚皮 難道我們 牙利果是流氓單家 黑道之果嗎 這樣台下的同學會不會 被東京大到慘大 我承認自己的錯誤 還有 是 好 好 還有 還有是否是 曾經是 昆宇掩埃上的股東 請解釋這種疑似沙謊的行為 這樣還是自取台版本的 我們快笑死 好 我就一一解釋 第一個 當然我開那張記者會 我就跟社會大眾道歉 當然是錯誤的 那不管 不過這樣 人在要挨打的時候 難免會反抗 那這個怎麼會我都不會生氣 那而且那不是大刀是小刀 那當然我剛剛講我認錯了 好 姑且不論你對他的觀感如何 但是人家面對學生的時候 身段是這麼個柔軟 做著姿態也一副 我就是來跟你打成一遍的 徐定征民進黨的這個候選人 一副就是我來跟你吵架 你們這些學生問什麼高端 問什麼三加十一 你們全部都幫去中國住 兵哥怎麼看 我覺得徐定征 是不是被陳時中還是蘇貞昌附身 直接嗆聲 那回答方式 基本上跟他們兩個一模一樣 對 就是你講一句我嗆你一句 直接把你嗆回去 但是這是學生 這人是學生 學生 你對學生都是用這種方式溝通的話 那將來如果真的讓你當了縣長 那我真的不知道 以後你遇到縣民 或是說遇到你市政府的員工 你會怎麼樣對他 任何人質疑你 你就直接給他嗆回去 然後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 他說你居然要質疑自己的職長 質疑自己的政府 執政黨跟政府不就是拿來質疑用的 不然呢 然後不能夠接受他的觀點 你就叫人家去中國大陸住 去滾去中國 那我老實講 我看了徐定征所有的回答方式 我認為他最嚮往的國家是哪 你知道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能質疑自己的執政黨 對不對 任何人講自己的執政黨都不對 所以徐定征你應該趕快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去選 看那邊有沒有什麼現場要選 你趕快去選 這樣對你不是比較好嗎 也完成你的心願 因為以後就不會有人質疑你 那前提是你要選得上 那中東景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過去很多爭議 什麼殺人什麼其他黑道的這種質疑 可是他在現場 第一個他沒有否認 他不會像有一些人講說 那個東西都不是 那都誤會怎麼樣 他沒有這樣講 他其實是直接認錯 然後他還用比較幽默 我覺得他蠻幽默的就是 那我跟柯比兩個就雙刀會 他拿手術刀我拿西瓜刀 那雖然這個回答好不好 見仁見智 也有人認為很油很皮 可是至少他可以坦然面對 學生對他提問 我老實講 其實徐定征被1的題目 遠沒有中中景尖銳 中中景的題目一直圍繞在他殺人 甚至還有人提出說 萬一老六吃了一碗糧粉 結果除了要剖開他肚皮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測試方式 那子彈飛一塊 對啊 連這種都講 但是他也不生氣就去跟你講 所以我覺得至少 你可以從這一點看得出來 第一個他有沒有人 他知道人家要問他這些問題 所以他心裡頭有做準備 第二個就是 他至少在類似的場合 他在應付陳情也好 或是一些其他不同意見的時候 他能夠去思考 去回答 不像徐定證這樣 完全沒有任何思考能力 只會用keep in這種方式 那如果要看這種東西的話 那你叫蘇貞昌來選 蘇貞昌演得比你好 對不對 要本尊出來 你這種分身就趕快收回去 而且蘇貞昌比大聲他太大聲 徐定證我們剛剛講說 他終結黑金 而且他好像言語言談當中裡面 他是非常受不了黑金的 但是就在這幾天 當地有一位沙石業者彭金苗 外號叫貓哥 他寫了一封公開信 也就是這一封 做人要有基本的禮義廉恥 這封信寫給我曾經的兄弟 徐定證 裡面寫的 他說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他的徐定證兩位大哥 有些包括他在內 當初去中國大陸做生意 用了錢 怎麼去栽培他 怎麼去幫助他 如今他飛黃騰打了 結果把兄弟忘得一干二淨 甚至還抹黑他們 他講了一個重點 兄弟們用一杯茶的時間 中東警就答應借給你 大部分的選舉的經費 我也幫你籌了兩百萬元 這些事情 徐定證本人都沒有否認 他說這個貓哥彭金苗 人在家服務身不由己 他可以體諒他講這些話 如果他講的不是事實 你應該要告他 意圖使你不當選 是不是 還是你就承認你們真的 這個糾葛不清 那你怎麼好意思站在民進黨中央說你要去終結黑金 韋漢怎麼看 其實那個徐定證跟鍾重錦兩位 我都有直接訪問過他們 那剛剛所講的這些話題 確實他們人格特質是這樣 徐定證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講得更白 他是希望臺灣能夠直接修憲 為臺灣共和國的 所以他是反中的意識非常強烈 可是他過去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在苗栗 掛民進黨是沒有贏的機會 所以試看看可不可以掛五黨籍能不能贏 那他很早就挺蔡英文的 所以他跟蔡總統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蔡總多刺到苗栗直接挺他 所以黨中央對他的支持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常常講 算命先生告訴你你命中缺什麼 名字就加什麼 那今年民進黨缺的就是年輕人 所以就找他女兒李維 那他在IG上面有非常多的照片 對 算是一個網紅 所以就幫他拍影片 就希望大家能夠來投 可是女兒是年輕人的怎麼講 就是關注的一個網紅 可是學定生在回答那個聯合大學 然後聯合大學學生問題的時候 觀眾朋友 因為避免尷尬 他是用QR扣掃了以後提問 譬如說是我提問 主持人唸出來 我在台下跟你不知道是我問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說 你沒有必要動氣嘛 對不對 那中東警都被問到 他的每一個包含他過去的前科 那他上其他媒體節目的時候 他也都是坦然去講的 中東警確實是有前科 而且是三個 三個不同的案子 可是他從來沒有隱匯過 他就跟大家講 然後就解釋 那從一開始 國民黨不提名中東警到現在 這個事件今天我們放這個影片 我相信很多人看的 特別當天在聯合大學現場的 我們光是剛剛放這兩段 等一下大家倒回來重看 學生看到中東警講話說是笑聲不斷 學定生講話說沒什麼反應 怎麼會這樣 那過去民進黨其實是 年輕人支持比較多的 那現在看起來今年會不會變成不一樣 就等開票以後的結果 第二個就是你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有組織票 那中東警呢 我就講白了 現任的現場是權力挺大的 徐耀昌的太太先幫他站臺 後來連這個徐耀昌本人都去站臺 黨中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徐定征的話呢 確實我不知道那個劉正宏 因為劉正宏是國民黨的老現場 現在變成是兩派在那邊 但其實苗栗是有五個候選人的 所以苗栗這一局原本我們很少會討論到苗栗 因為覺得反正民進黨不會贏 那今天之所以會討論這題 就是徐定生看起來不是沒有機會 因為這次蔡總統全力支持他 那國民黨又是分裂嘛 那中東警是原本的議長 現在還是議長啦 可是他已經國民黨就沒有提名他 就回復國黨籍 中東警有講我選議長八年前的時候 我進苗栗的議會跟四年前就連任 我都沒有掛 他兩次都不是掛國民黨 是選上才回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既然不要他 他就用武黨籍來選 最後看苗栗人怎麼選 今天還有一個爭議 就像徐定生一樣動不動人家問高端 三加十一 他叫你去中國大陸住 就扣人家紅帽 抗中保台變成民進黨的專利 專利到讓人家有點討厭 陳時中也說他DNA有抗中保台 可是現在被抓出來了 今天下午還有一個最新的 黃世堅他也是說你們這些人憑什麼 說我抗中保台是沒有在做的 他在罵叫王浩宇 你這些繼續回去當你的太監 把他罵得很兇 很多人都講講得太好了 陳時中現在被發現出來 原來他的DNA是變造過的 因為他在當衛福部長 2016年就當衛福部長前一個月 他代表台北醫學大學的董事 代表董事會到中國大陸 寧波就跟他們合作 照片就在這邊 人就在這裡 鐵鎮如山 當時他是北醫的董事 他們去的時候還有做簡報 簡報第一頁 第一句話 開中民意寫 兩岸醫療合作成功的典範 兩岸一家親 今年七月的時候有人問他說 陳時中如果你當上市長 你到大陸會不會繼續跟他們來辦 兩岸的這個城市論壇 如果辦了你會不會喊兩岸一家親 他說不會 我絕對不會喊 但是他去的時候 簡報上面寫的就是兩岸一家親 現在要選舉了告訴大家 我的DNA是抗中寶臺 那個時候去登陸跟人家合作 叫兩岸一家親 而且他還不單純的 是中國的一家醫院 醫療的機構而已 這個醫院裡面是有 這個黨委書記在裡面的 是有黨的組織 是你覺得最邪惡的共產黨 他們人就在裡面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個也是翻傳 顧力熊 因為這幾天都說蔣萬安 蔣萬安說他這個 在美國當律師的時候 他的事務所去接中國的case 去賺紅錢 顧力熊的事務所 不是去接case而已 他到福州市有經營事務所 如果說蔣萬安有罪的話 那顧力熊的罪 不是千倍萬倍嗎 他現在還是國安會的高層 好 陳時中的解釋 他說當年這一些都是公開的行程 沒有私下的交流 那個代表董事會去的 他的結論說 這個叫做正常的活動 正常的活動 你去就是正常活動 別人去就是貴的田 這不就是雙標嗎 兵哥怎麼看 我們都知道DNA是什麼 假設你DNA裡頭 真的有這些因子 我跟你講你沒有辦法違反他了 就是譬如說你要長五隻指頭 就長五隻指頭 那當然有一些人基因比較特殊 可能會長六隻七隻 但是如果你的基因就是五隻 你就只能長五隻 你沒有辦法去拒絕這個東西 因為你的基因就是這樣 可是陳時中不是 陳時中這個基因比較奇怪 他是變異型基因 他是突變的 對 沒有他會根據時空環境不同 那個基因會轉變 時空環境對他有利的時候 他的基因突然之間 就可以兩岸一家親 時空環境對他不利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抗中保台 就隨時在變換 這種基因蠻特殊 我覺得我強烈建議台大醫院 先把他抓去做研究 這種基因太稀有了 我們要趕快把它保存下來 那我就覺得你講這種東西 本來我認為兩岸之間 醫學交流是沒問題的 這個是好事一件 可是按照你民進黨過去的標準 只要有跟中國大陸接觸的人 就是賣台 對不對 就是要把台灣的技術 輸出給中國大陸 那請問一下 你們北一跑去跟中國大陸 合開醫院 合開醫院 第一個 是不是跟中國大陸合作 那你的醫學技術 是不是有可能流到中國大陸去 那你把台灣的技術 送給中國大陸 你該當何罪 你是不是賣台 就是這樣子 而且你自己本人去那邊 你去那邊 你有跟人家喝酒 有吃飯 你的DNA 可能已經被人家採集走了 你要知道 你的DNA被人家採集走 你有沒有被人家指入 什麼東西我就不知道 對 因為如果掃地機器人 都可以被指入 你大概也可以被指入 所以我覺得 如果按照你民進黨標準來看的話 你這個人已經不能用了 你知道 你這個人應該要馬上抓起來 做研究 然後檢查你身上 是不是有卸定器 還是買了什麼其他東西 還買了什麼中國大陸的晶片 所以我當然覺得講這種東西 是很好笑 很無聊 可是問題是 你民進黨過去的標準 就是這個樣子 同樣的顧力球也是一樣 你們可以去對岸開事務所 可以去賺中國大陸錢 蔣萬安不過是他的事務所 曾經接過中國大陸的生意 你就說 他可能有親中賣台的嫌疑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啊 所以我覺得 今年為什麼打這個東西 會回力標這麼試射 因為民進黨有多少人 去中國大陸做生意 太多了 不升美局 那今年又不是選總統 只是選縣市長 那你民進黨拼命 在打抗中保台 我認為一個一個都會見光死 因為民進黨去的人太多了 如果真的要練習的話 你們立法委員 有一半以上都去過 請問一下你們真的 可以一一解釋這種東西嗎 而且我發現陳時中 現在在台北市 不管是偏藍的選區 或者是深綠的選區 幾乎是每日一嗆阿中 我們看到昨天 十一月十六號的時候 蔡英文浮選到永康公園 前後各有一場嗆聲 然後前一天青山宮 服教的時候出來 本來大家好看到神明 再怎麼討厭這個服教的人 你也不會在神明面前造次吧 對不對 就一出來民眾就對著他嗆 就算有神教在旁邊護著他 人家照樣來嗆你 而且是這麼深綠的地方 這民進黨在這邊辦多少活動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段 我們來看一下 老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徐帝甄如果在現場 就會叫這兩個人 突然會滾去中國大陸 昨天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11月10號的時候 深夜11點開直播 在線居然不到2000人 這個11點通常是直播 比較受歡迎的時間 因為很多人會在那邊開直播 但沒有想到以他的市長候選人 不到2000人 韋安 你怎麼看 就是沒有人氣 就講完了 而且又惹人厭 基本上這樣子講 剛剛看了幾場 還有九天 今天是九天 他只要 他跟蔡總統 兩個人都一樣 大家都動沒掉 我們上禮拜還講了 孫昌昌到台中去撤隊 因為每一件事情 都是民眾不高興的 民眾不滿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 相對比較純樸 剛剛邀洲在講 警察那麼多 那我還衝上去 如果我嗆一下 我會不會被打 會不會被支持者打 對不對 第一個是被警察帶走 第二個是我可能被支持者打 對不對 譬如說如果我在中中萬華 我去嗆蔡總 我去嗆陳時中 可能不用等警察處理我 我就被其他的人處理了 所以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對不對 而且他會是有點像是那個 以前 破章理論 對 破章理論 他就是一個捐一個 我們今天新聞會有傳播效果的 原本在想說要嗆的人 他還在猶豫 他看到說 大家都 他變成一個潮 你全都倒掉了 所以你看剛剛那個民眾 他就這個畫面 我都不懂啊 因為我也多次跟大家講 你把他帶走做什麼呢 對喔 對啊 他身上如果有危險的器具 你把他逮捕 這有沒有違反人權 不是 我告訴你 他就是用國安特警條例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總統在了場合 他就會指揮他 你看他把他推出去而已 原本第一階段到這裡 他要把他放開 你看就很清楚的 好了好了就可以了 發現大家要講有沒有 他們把他鬆開了有沒有 然後呢 就這裡有沒有 沒有抓他了 但他就是講那個指揮的人就 對 小隊長就說 那他就再 怎麼樣 偷去後面打嗎 也不敢 就把他帶離遠一點以後 就沒事了 然後這個人被代理的人 他會想什麼 他會講說我為什麼要被代理 至少他這一票 他就不投給民進黨 然後他會去告訴他的親友 民進動作 然後不能守 然後他就 這個完全是敗票的事情 好 那你會倒回來講說 這個不是民進黨 難道你慢慢不知道嗎 我知道 任何總統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馬英九時期的時候也是會 可是你可以交代 就是維安的規格 沒有靠近總統 而且我跟大家講的 有一些場合 有沒有蔡總統在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一都爬梳 如果沒有總統在 只有陳時中的話 那莫名其妙 剛剛那個永康是有總統在 是有 我知道永康是有的 剛剛那個拉是有 但是青山宮呢 青山宮沒有 對啊 那其實如果沒有的時候 你是想怎樣呢 他就阻隔 也就沒有突出去 而且他膽子算大 青山宮那些挺阿中的人 其實個個都很飄漢 好 那問題來了 那為什麼現在中正萬華 民進黨支持者 面對這一種 嗆民進黨聲音的時候 他們不壓制了 是他內心其實也鬆動了嗎 萬華是破口誰講的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選舉 就是後續評估觀察都可以 但是還要看選票開出來 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民進黨今天真的會覺得很慘 好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要請教兵哥 因為這幾天有發生 竹女的事件 大家Google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們做了一個這個表態 那陳時中 因為他們做了這個表態之後 民進黨的網軍就去罵這些學生 羞辱式 他說你們就喜歡灌老闆 應該也是有人叫他們搬去 中國大陸住 就各種羞辱的去罵這一些 單純的學生 結果人家記者去問陳時中說 阿中 你要不要譴責一下 這些網軍 畢竟你要選市長 你要不要制止他們一下 不要去對這麼年輕的高中 女孩子去羞辱他們 他說我不敢譴責 如果譴責網軍 網軍馬上會來譴責他 這已經變成造劇法了 就是萬一今天有市民 被人家搶劫 問市長說 市長我被搶劫 你要不要譴責 我不敢譴責這個搶匪 因為搶匪會來搶我 這個同一個邏輯 如果你今天沒有肩膀 你沒有辦法保護市民的時候 人家怎麼敢把票投給你 另外一個打到自己的 也是包括王定宇 王定宇說 蔣灣隔了五天拖了五天 才辭立委沒有決心 但人家網友挖出來 你當年同居 房東房客的增益 你省影六天 那這個調配代表什麼 兵哥 我先講 剛剛其實講到青山宮 你以為青山宮那些人 真的都挺陳時中 他們很多 你講萬一破口的時候 一樣傷到這些人 他們只是因為場面上 他不能夠讓陳時中太沒面子 因為這樣也會傷到自己的面子 所以大家就是裝作沒有發生這件事 可是很多人私底下心裡頭是很賭籃 所以我個人覺得萬華這邊 陳時中大概逃不了多好的 這個場面 那至於說這個族中族女這個事情 你知道我覺得最瞎的就是 這些人去霸凌去壓制這些 族中族女這些人的言論 去那邊留言 理由最好笑的就是 這樣子我們不支持18歲公民權的 這什麼意思 所以你們你在告訴我說 民進黨原來支持18歲公民權的目的 就是你們這些人要投我 如果你不投我以後 就不支持你們18歲公民權 你們這些人都沒有資格投票 這搞了半天 你們還是為了選舉嘛 滿腦袋想的就是選舉 你想的根本不是民主自由 根本不是讓年輕人 能夠有他行使他 國民應見義務權利的事實 不就是這樣嗎 那陳時中更瞎 怕被網軍罵所以我不敢譴責 這什麼鬼啊 奇怪 你當初還要擋疫苗的時候 你也會被我們罵 你怎麼一點都不怕 所以是網軍比我們厲害就是了 網軍罵人比較狠 我們不夠兇啦 綠的側翼比較兇 所以這個我們要回去自我檢討 要再加強一點是不是 不然的話奇怪 你為什麼只怕網軍罵 別人罵也都不怕 那再來你將來是想當市長的 你不是講告訴他 你好想當市長 當市長如果怕被罵可以當市長 市長天天都會被罵 哪一個市長不是被罵 當總統被罵更多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怕被罵的人還想來當市長 你要不要回家洗洗洗洗 去玩殺好了 你來幹嘛 那王定宇我說真的 他每次都傷到自己 這很正常 但是我也必須說 我難得同意他一次 就是蔣萬安如果你要辭職 應該當下就丟辭辰 怎麼會隔個五天之後再丟 我不知道這什麼神操作 我搞不懂 可是問題來了 除了你王定宇自己 可以躲六天之外 更好笑的就是 你民進黨到現在一個沒辭 你們一個都沒辭 你忘記這件事情嗎 然後你民進黨還有一個議員 更好笑 因為酒駕 所以說我退黨我退選 然後現在罰金繳的繼續選 繼續選 請問一下你們民進黨在幹什麼 所以你可以去笑蔣萬安 OK的 蔣萬安有他值得被笑的地方 但是你民進黨更多人可笑 那你為什麼不笑 除非你精神錯了 人家網友已經在講 我們七個沒有辭的縮起來 叫做什麼蔡英文的七個小矮人 維翰 我不一句 今年民進黨主打 但沒有打起來 就是十八歲公民權的這個複決案 那十八歲公民權 高中生高三其實滿十八歲了 九月十月十一月出生 這已經滿了 所以照民進黨的邏輯 這些人是有投票權的 就像他講說你們都不會做決定 乾脆不要有了 這是完全衝突的 所以為什麼今年看起來 年輕人不喜歡民進黨 就是因為雙標 維翰文接下來要請教你一件事情 因為前幾天我們有講到 這個許曉星說爆料喜相逢 五月的事情 不過現在他整個操作 因為牽涉到包括林秉文 包括這個郭哲銘 都是這個所謂的黑金洗錢 這個很嫌疑犯很重的人 就現在傳出來 鏡周刊寫了一篇 說真相曝光了 一切都是巧合 當天到底是怎麼回事 呂盈盈 前民進黨的這個議員 他因為認識喜相逢的老闆娘 你們一般凡夫俗子訂不到 我呂盈盈就訂得到 那剛好郭哲銘 這個涉及了地下會對 現在已經逃到國外的 郭哲銘他訂的時候 剛好取消 老闆娘就問呂盈說 你要不要來接 所以我們是接人家的 不要的單子 然後那個郭哲銘 他剛好逃到國外 跟我們人沒有關係 我們都不認識他 他沒有跟英系 有任何的瓜葛 然後他問是不是可以地補 所以他就臨時揪人 他就找了這個 包括徐國勇 包括洪錫耀 還有包括他們這個 英系的這些重要的幹部 也剛好他們吃到一半 想說 這個電器商業公會理事長 廖泉萍 他也在內湖 我們揪他來 然後廖泉萍來之後 突然想到內湖分局長 這王秉睿 他也在內湖陣 就一個揪一個 一切都是巧合 那照片他們懷疑是誰 說隔壁桌有一個演藝圈的大咖 在隔壁桌 他們懷疑他 他偷拍的 是懷疑他偷拍的 其實很多人都懷疑這就是一個喜風向 因為之前爆出了黃成國跟林秉文 就另外一個涉及地下會隊的另外一咖 林秉文 兩個人同一棟大樓進出 那現在他們還帶著另外一個風向 說而且陳時中自己都證實了 林秉文在過去這段時間 大袋子小袋子裝了五百萬 另外一個裝兩百萬 這個我們以前還有這個三百萬 他是五百萬跟兩百萬 透過有人要捐給陳時中 但他們認為這個金額不對 他們直接小金額的 還而且他們不認識林秉文 這時候抄這個新聞 不是太刻意了一點了嗎 偉安怎麼看這事情 兵哥都笑出來了 這劇本寫太差了是不是 誰姓嘛 誰姓 二十幾年前還是快三十年 有個電影叫黑金 皮西西底島 就周朝鮮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那時候我在當兵 我都看了電影 講的就是過去國民黨 五十年同治臺灣以來 這些黑金勾結 那對有人想說民進黨 他的速度很快 人家五十年才能達成的 我就說啦 這家餐廳 你說隔壁的什麼 誰偷拍或什麼 好 我先不管誰拍 因為我也沒有證據誰拍 我們導播 我們看一下那個照片 因為其實巧新 他拿到那一天 他就給我看 沒有 不要那麼close 打亮一點 這一整張照片的 關鍵是在左邊 那個站著的人 誰去吃飯 旁邊還會有一個人 從頭到尾站在那裡 請問我就問 賓哥應該也沒有這種規格吧 我們在吃飯 而且那個還是當天有人退訂以後 這些人不是部長 不是局長 都叫韜客 韜客一號 韜客他們都是美食家 每天沒有事情做 餐廳以後控檔 又馬上可以補進去了 就像我們今天錄影完以後 明天我們全部都在臺灣 為什麼突然有機票 我們就都什麼都不用 計畫就可以去了 你信嗎 都是有同仁人物部長 就說突然早上告訴你 之後今天晚上 然後所有人晚上 通通有空都來了 這符合我們社會的常識嗎 第二個 這是什麼樣的餐序 這是什麼樣的餐廳 這多難定 而且重點還不在於他貴 他根本就是這些政商名流們 再加上特定人士 爭議份子們 然後誰吃飯 我再講第二次 什麼人吃飯的時候 你背後會有一個人 就站在後面 那個人是在等著要去撿筷子還是幹嘛 所以你不用在那邊跟大家講誰拍的 誰拍的並不重要 然後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都有一個人站著了 這個距離有人在拍照 你都不知道 你不問他說你在拍什麼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而且他是手機 因為這個角度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我告訴你 所以這兩件事是衝突的 你又要挺年輕人投票 又說年輕人傻 這是衝突的 你又要有一個人站在後面 全程在那邊 保護也好或是待命也好 然後有人可以到這個地方 拍照了以後 你當下都沒有警覺 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然後你要告訴我 這些人都是剛好碰巧遇到才叫來的 說實在的 完全違反我們的社會經驗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巧欣今天拿著照片 他當時要PO 說我有跟他講 這個水很深 你確定要PO嗎 後來他還是PO了 所以這絕對不是巧合 這是巧欣 而且是非常勇敢的PO文 後面我們再看 因為整個過程東西太過糾結 裡面的分子太過複雜 而且你要看 這個時間是今年的五月 那你回頭再看 為什麼陳時中去看康樂隧道的時候 局長跟著去 原來關係其實都很好 好 現在有個最新的報導 說林志堅 堅兒他變胖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發現新竹的選情變好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鄭一鵬選市長他曾經說看到我就像看到鄭文燦一樣 感覺好像在傳承 現在有一張照片被大家網友在傳 這張照片這不是P圖的 是真的他們有這樣的合照 桃園進步不回頭兩個人拍這照片 有人想說怎麼會有這個姿勢 結果有北韓通發現說北韓的朝鮮的金氏家族就拍了 就擺這個一模一樣同向的姿態 所以他們在學嗎 北韓是金氏家族 桃園是正式王朝嗎 是這樣子嗎 大家有一個懷疑 當然還是說只是剛剛好 也有網友說這個設計對白 他比這邊說 阿彭的那就是巴巴招待會所 因為現在被爆料說巴巴招待會所裡面 藍綠 白 通通都會去 鄭文燦被髒到 他就說有人請我去 這是卓榮泰 要把卓榮泰給賣掉了 我說卓榮泰辦的 所以我就去受邀 接下台就問卓榮泰說 你怎麼會去這個地方 前民進黨主席 那現在也有包括有一些最新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能講民調 所以出現的類民調 這個瘋傳媒寫了一篇 說新竹穩了 回穩 所以為什麼回穩 因為林志堅變胖 我不知道這個邏輯是什麼 但是他寫了很大一篇 那相對於林志堅胖了 鄭文燦跟林宥昌體重直直弱 就是他們變瘦了 鄭運鵬說他瘦了六公斤 一直瘦不下來的鄭文燦 也瘦 也慘露了四公斤 那林志堅有一個親近他的人是說 他最近胖了 可見對選情比之前是有信心的 那林宥昌超煩到睡不飽 確診出關之後 體重至少掉了五公斤 兵哥怎麼辦 我覺得這為什麼變胖了 就表示選情文 這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懂 這搞不清楚 那你現在是在告訴我 鄭運鵬非常危險 不是 我接下來 我就不要跑行程 我就一直吃就好了 對啊 那每一個人就蹲在家裡吃 就選上了嘛 那這樣多好 那以後選舉大家都這樣幹好 幹嘛那麼累 所以這邏輯上 基本上就不通 我唯一能夠想到的就是 因為林志堅現在沒事幹了 所以他吃就越吃越胖 沒事幹不運動吃了就會變胖 就這麼簡單而已嘛 那反而是我還真的覺得 鄭運鵬應該吃胖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這個金正日跟金日成 你要知道 他們兩個都胖胖的 然後金小胖呢 金正恩呢 他本來很瘦 為了要繼承這個傳統 所以他把自己吃得很胖 不重則不威 對啊 這樣才能繼承傳統啊 那你既然要繼承肥燦的一致 你應該要把自己變成肥鵬 對不對 不是這樣的嗎 那你瘦巴巴的就不像嘛 怎麼可能會 所以這個要研討改進一下 你這個本身沒有傳承的這樣意思 他去巴巴匯款這個東西 哇 一下爆出這麼一缸子人 柯P也去 蔡碧如也去 而且還有蔡碧如一副 想要串位的樣子 竟然就問說 黨主席我要來進去 要籌措資金 然後林維中也去了 然後鄭文燦去了理由 我真的覺得超好笑 鄭文燦說 是因為那個 他跟幾個立委參去 所以就是卓榮泰就叫我 我就去了 然後我也只是中途去 大家打個招呼我就走了 你確定是這樣的嗎 八八會有人在台北信義區 你是桃園市長 隨便這樣打個電話你就來 你是怎樣 你是誰傳誰到你印招 從桃園一路這樣印招 你會不會太誇張 你如果說你家就住在旁邊 你就算了 你在桃園 你會不會太離譜 然後幾個立委 我確定是立委嗎 因為現在傳出來說 好像是企業家 所以你確定是立委還是企業家 你要不要回去重新想想清楚 我個人認為 其實跟企業家碰面也沒什麼 八八會館 如果說那邊是有對外營業的 我覺得去也沒什麼就吃個飯 只要裡頭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 但是問題是 你們去裡頭談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你現在告訴我是立委 那如果不是立委也是企業家 那假設這是真的話 那你在隱瞞什麼 那柯P有沒有在隱瞞 我覺得也有 柯P講一個更奇怪 他說找柯文哲吃飯最不好 因為去吃飯五分鐘 什麼都不知道他就走了 你確定真的是這樣嗎 柯P 我知道你吃飯是很快 但是你不可能坐下來 就光吃飯 然後什麼都沒聽到 那以後誰要請你吃飯 根本不可能這樣 而且我知道很多名人 都請你吃過飯 而且我知道情況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要這樣胡說八道 那蔡皮如的事情 等一下問偉翰 因為偉翰專訪他 所以偉翰最清楚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去年一定很多 但是大家以為 報到現在這個程度 就是終結了嗎 沒有 我之前不是就說 後面一定有比較大尾 現在看起來 有比較大尾一點對不對 這些還不夠 還不夠大尾 大哥還不夠喔 不夠 因為我覺得 要不是副總統等級 我覺得現在報出來 這些人可能反而是 比較沒什麼問題 你知道 因為他會報這些資料 一系列報這個東西 你以為他是無聊 你以為他是記者嗎 而且鋪陳 對啊 這是鋪陳 他是不斷的鋪出來 要警告你 你們再不處理一下 真正的東西就要出來了 我這個聽起來 後頭還有戲 那現在包括林佳龍 他跟鄭裕鵬合體 那當然張三政也跟侯友宜合體 然後林佳龍說 我們不是只有造勢而已 我們還有不一樣 我們會推出政策 當然有人講說 還有一個不一樣 就是你不會贏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張三政說林佳龍 任交通部長能夠否決台鐵 這個1280 這件事情真的是越遠 越像是一個真的一回事 總統還特別去看了基隆 說首都通1200吃到飽 成熟度可行性很高 我就問那過去六年 是怎麼不成熟不可行嗎 你當家六年了 你既然有錢 王國財更厲害 加碼全國通通都可以補助 搭車搭到免費 那政府補助全國加起來五十二億 那這個中央補助是二十六億元 越講越誇張 越講越誇張 那他舉一個例子說 高雄看你要不要跟台南 屏東整合在一起 高雄 台南屏東 好啦 反正就故事越講越真 這從頭到尾真的是越聽越離譜 韋翰怎麼看 其實本來就是北北逃 比較有這個 還有家機 但是因為現在基隆 只有鐵路還沒有捷運 臺北跟新北本來就是有捷運連通 那桃園音樂基階接上以後 是不是有一種票 可以讓他們都互衝連 本來侯友宜在當新北市市長 他現在還是 大概是兩年前的時候 他就有提出了 可是他提出之後 交通部是駁回的 我再講一次 這是有公文的 他說是林家榮駁回的 林家榮當時是部長 所以就新北市政府提出 要一起來辦這個 可以通用的這些月票的時候 交通部是否認的 所以你看現在侯友宜 跟張先生講這個話 是否決的 納入這個一二八零 因為現在一二八零 是只有臺北跟新北 那他一二八零 我兒子也都每個月買一二八零 那你今天要加進的話 因為它範圍太大 還包含了U-Buy的礦區 還包含了臺鐵 那這個時候會怎麼樣 就是成本會增加 那成本會增加一二八零嗎 如果維持這個價格 現在喊的還是一千二 還少八十 少八十塊 對不對 還少八十 好 那為什麼 別人提的時候說不行 現在民進黨的四個北北七桃 說要可以的時候 為什麼就可以了 很簡單 中間差了三十五億嘛 因為那個差額 沒有辦法的那個差額 現在中央說 沒問題 我來補助嘛 孫雯昌說要補助嘛 王國財第一次人說不行啊 我們哪有這個錢啊 請地方自己籌措裁員 結果兩個禮拜以後 想講什麼 我們來補助好了 全國五 要五十二億 那我們中央補二十六億 他講的是全國 光是北北桃 就要三十幾億 你就不夠補了 所以先說 你要怎麼做得到 你補二十幾億是不夠的 要三十五億 好 這些請親愛 都非常的驚豔 新竹的大車站 從一開始五十億 加到六十幾億 現在暴增到一百零四億 到底是奪富麗堂法的車站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新竹感覺好像要蓋成 台灣的杜拜一樣 每一樣東西都特別的 不斷的加錢 一個國小從兩億 一路加到十六億 然後包括棒球場 各位數的億要加到十二億 還蓋到害這個球星受傷 現在新竹大車站 原本之前我們已經報導過了 五十億增加到六十五億 五十億是哪時候訂的 是二零一七年 到兩三年前增加到六十五億 現在最新的消息 要增加一倍到一百零四億 大家就都納悶 這個大車站是怎麼樣 是要把整個桃豬苗 把它蓋在一起 連在一起 延伸到這麼遠的地方嗎 為什麼要蓋到一百零四億 這麼貴 大家去問他 然後理由最妙 理由非常妙 官員說原本初步評估 六十五億 那個時候是兩三年前 但是這兩三年來 市場物價成本增加 再加上其他縣市軌道經驗 我們調整經費 這兩三年來我的薪水有倍增嗎 大家的薪水有倍增嗎 滷落飯有從二十塊增加成四十塊嗎 為什麼會倍增兩三年來呢 蓋要蓋這樣說號稱是JR這樣子 當地的議員就說 其實你就是變成一個超大的人形天橋 底下有做一些商場而已 那你不要以為 從二零一七年到現在五年了嘛 講成這樣如火如土的 蓋個應該有個影子了吧 是吧 不是 流標八次 今年因為要選舉 好不容易 先把所謂的複合式跨戰平台 十一月先讓他動工起來啦 這個一百零四億講這麼多年 然後跟那邊兩個影子都沒有 選舉到前面 晃 跟你晃一下 蔡壁如就整理了 棒球場三點五億增加到十二億 總圖 這個本來是選前要開幕的 現在也怕說有爭議 八點五億增加到十六點四億 將軍村之前也有爭議 陸陸續續很多的這個經費 所以很多人直觀就說 難怪柯建民一定要力保新竹 絕對政權不可以更替 韋翰怎麼看 你看那個新竹車站 原本五十一變六十五億 雖然你現在數字看起來差一點 其實他已經漲百分之三十 你什麼計畫會突然多那麼多 然後以後可能到破百億 增加百分之百 那你今天如果一個case就算了 因為新竹這個看起來 因為新竹我們 如果我是不住新竹 在新竹的這個觀眾朋友 過去也都跟我講說 好像臨時間公園做得不錯 其實他沒什麼印象 公園間嘛 對 但是至少你公園做得不錯嘛 結果他發現說新竹球場 新竹球場從多少三億變成十二億 當然他是還有一些其他的廳商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總是增加預算以後 你做得好就算了嘛 你做不好啊 你這個球員在那邊打球的時候 發現新竹球場現在沒有辦法打嘛 現在世界方球警方賽也說不行了嘛 這是好的嗎 新竹的 我更正一個東西 我剛剛說要開幕後來沒開 是桃園的總圖 我更正一下 對 然後對桃園跟新竹 有狀況有點類似 因為桃園出現好多東西 都被檢視以後發現說 你看天花把他掉下來等等 那我現在先講新竹好了 官埔國小也是這兩天大家討論了 官埔國小怎麼會你已經六年了 你超長都沒有弄起來 那你小朋友上學怎麼辦 後來才發現他們是在那個旁邊 停車場裡面當運動場 那你花的錢也那麼多 從本來兩三億變成十三點八億 那你怎麼每一個建設都這樣 現在講車站 你車站多這麼多錢 你要跟大家講是為什麼 如果新竹的一個case算了 你一個兩個三個 所有新竹的東西都是要增加預算 也增加那麼多次 重點是都還做不好 做不出來 那大家就會去檢視說 新竹到底怎麼回事 那因為我們現在談的這些問題 新竹的過去這六年的市長 就是林志堅 副市長最近的幾年是沈慧紅 他們兩個好像沒有特別回應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你這樣查 如果有弊案 可能就得政黨融資才會有弊案 那當然他看新竹的選民 怎麼做決定 所以這就是高環有高環的問題 他的這個助理的這個錢的問題 也是這樣六十萬大家在查 可是六十萬是錢 十三億也是錢 如果你錢跟權 你想要去做查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辦法 能夠把這整個市政府掃開來 你才有辦法 我看這幾天網友在討論說 現在民進黨的這些人就說 高洪安連茶包都要省 這麼小氣 小氣不對了 結果浪費錢 不斷的增加預算的人 反而你們不去追究 賓哥我想請教一個 我真的匪夷所思 我是不知道賓哥的這個 待遇有沒有增加 為什麼在兩三年間 所謂的物價 難道過去這段時間 因為疫情 因為戰爭 所以我們的成本增加這麼多 這麼驚人 六十五億增加到一百零四億 這怎麼可能 你要知道這個車站本來是五十億 五十億其實也很驚人 對 五十億變六十五億 然後再變一百零四億 那為什麼會這樣 你以為單純只是變物料上漲嗎 有漲這麼多嗎 如果漲這麼多的話 不要說你這個車站 車站至少還是公家的 那一般營造商應該倒一片 對不對 因為你再來講 要漲大家一起漲 不會只有政府的工程 來漲 其他都不漲吧 哪有這種事情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你們一直變更設計 不就是這樣的原因 很正常嘛 那為什麼要變更設計 本來已經設計好 你就按照這個去建 可是每一次建到一半 突然之間又有意見 說又要增加哪一個東西 這邊又要增加什麼東西 就越弄越大 所以永遠蓋不完 那問題是越弄越大 永遠蓋不完 對市民來講是好的嗎 當然不是 那對誰來講是好 對營造商很好 結果我就一直蓋 錢被越來越膨脹 我跟你講新竹球場 也是一樣的道理 本來新竹市議會 是認為說不要蓋新球場 我們舊的整修一點 不是 我們要蓋新球場 我們把新球場蓋了之後 大概只花幾億 就解決了 三億多 對 然後舊的球場 就讓他在那邊休息 或是把他做其他的利用 結果林志堅說 我們要活化舊球場 在那邊噼哩啪講了一堆 講一堆 好 市議會扭不過他 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這樣做 那做了之後 預算也是一路追加 追加到本來3.5億 現在變12億 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新竹每一件案子都這樣 包括那個官埔國小也是一樣 而且官埔國小那種東西 我不用到現場去看就知道 不切實際 為什麼 因為你國小的目的 是要讓小學的學生 有很好的 念書 念書有求學的環境 你建了一大堆造景藝術 然後這樣子 我跟你講他光是那種建設 看起來很龐大 裡頭做不了幾個人 就是這樣 就是實際的利用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看民進黨從第一次執政的時候 2000到2008年 然後再加上蔡英文這次 2016年到2022年 台灣出了一大堆這種建築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樣最好薛郎 這樣最好騙錢 這樣最好追加預算 這就是民進黨正在幹的事 而且新竹 現在已經動用國家機器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要保住新竹市 整個國家機器動起來 何志偉上這個三立的節目 告訴大家說 這個高宏安的這個所謂的男友 已經坐統治出去了 那主持人問他說 做統治 所以他偷渡嗎 他說他是可以正常的出去 我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結果後來人家說沒有 他現在還在國內 還有包括現在中選會 高宏安轉貼了高中模擬的投票 這個確實有爭議 李靖友說我們已經有人檢舉了 韋安 你怎麼看 整個機器動起來了 我剛剛的軍務和志偉 他就告訴我說 我查證的是他有出境 那問題是高宏安辦公室 講說現在人在台灣 那不然就可能就是回來了 還是同名同姓 不會 我覺得不會 可是出境資料 所有人都查得到嗎